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之路 今天组了一套新的阵容,来试试提周赛的比赛 门将是切贺了,录节目的时候,之前把他卖了 后方线就是一套英超的后方线 用晒德林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搭这个滑海反应 晒德林这张卡总是说低点还好,速度稍微却慢 但是后腰对速度要求不是那么那么的高 总是说中规中矩吧 这套阵容就是411 开场之后,这个打法踢这个前腰和科瓦切奇换一下位置 然后致命右边后卫也非常不错,正好和败利有滑海反应 他这个速度和身体也非常不错,有点像马兰西亚的感觉 打法我倒没太用处好了,踢队场比赛,零个进球,零个出攻 总算是说他控球是非常不错的,但感觉他这个踢球节奏我需要适应 科瓦切奇表现倒是不错,六场比赛有两个进球 而且两个进球都比较关键,稍后大家可以看到 好,摩里奇也中规中矩吧,这个进攻防守都可以有的 然后还有四个星的SQ 摩里奇我还是挺喜欢的一张卡 另外格里兹曼我没太用出感觉来 是一场比赛接了四个球 他比我想象中的慢一点,然后射门也不是那么那么好 有一些机会他还是会射偏 这套阵容其实主要玩就是为了试试这个苏克 可迪亚传承三代球星 苏克、摩里奇和科瓦切奇 苏克这张卡呢,其实卡面上看着非常不错的 四颗星SQM、四颗星弱势角 然后也是左脚的主力脚 七场比赛接了四个球 他身高还可以,一米八多一点 速度不是太快 他控球还不错 他总体上的感觉有点像本泽马 但本泽马控球比他更连挡一些 他控球的话,球离身体来说还是更近一点 但本泽马总是来说感觉那个模型更更壮一点 或者说更强壮一些 克总是来说还是有些偏软 然后速度也不是太快吗 玩这还可以 但不是多么的出彩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周赛的比赛吧 我们这周周赛碰到第一个对手 一套4-3-3-4 其实不是非常强 但感觉他又不缺钱 有传奇球星这个西曼 但是中前场的位置用的也不是非常的贵 开场之后还是我们先拿到的机会 然后找到了这个史泰德林 再进去外尝试比较远射 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 这个球苏克的跑位非常好 但是做大力低平射门的时候 感觉步伐调整不太好 没有太大威胁 这个球在中场的几个这个传接非常好 快速推进到这个前场 然后莎奇里的真的是非常壮 壮的因为已经超过想象了 因为我这个瓦安西亚点站前 我以为至少能干上他代球了 结果完全没有 这个莎奇里继续向前跑 然后传中的位置非常好 没内敲左右没人防守 非常轻松的一个投球 这会儿已经来到几乎是90分钟了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踢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耐心吧 有点运气 这个球本来对方都断到 那快速往前传 结果又被我们抢回来了 球还是在禁区附近 然后给苏克一个Sculptor弱势脚 这个推远脚 放着我们在90分钟 1比1扳平啊 也是非常的幸运吧 加时刚没多一会儿 又是杀其里 瓦安西亚根本就拦不住了 其实我不应该上墙 我应该就是cover他传球 或者说前进的路线 结果还是希望上墙可以抢到 结果完全没有抢到 而且在画面中大家看到了一下 我突然间往下往后挫 我以为他会做一些skill mood 或者回来 但是他没有 很直接继续向前跑 结果还是被他传中顶劲了 现在又是来到了比赛 快结束已经117分钟了 但是对方没有浪费时间 还是好像希望可以再进我一个 所以直接选择了传中 但直接被我们顶回来了 这时候我已经换上这个慕萨 踢不上来 体能非常好 控球速度也不错嘛 一路直接就往对方进去以待 其实我当时也不想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还是希望把球先带到对方进区里 但是他跑太快了 跑底线的时候周围还没有人呢 一起回传威胁也不大 最后这会儿大家都站好了 我又是在进区周围倒脚 抱歉前面我把这个右边回备收成把握下了 不是是大巴黎连阿克尔嘛 然后这会儿他在边路做了一个这个bodyfant 回来之后再传给苏克 苏感觉有点软 这一下碰别的前锋不一定倒 但是他倒了也好 拿到一个点球很幸运的这个两次比赛快球之前能扳平 而且也是感谢对手吧 他没有这个浪费时间 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在这个正常比赛的时候就 结束下场比赛的 结果进入了法点球 我扑出来他没那一个点球 最后还是很幸运的吧 拿到周赛第一场胜利 来到这次周赛的第二个对手 第二个对手也有苏克 然后右边挂着永贝里 然后他还有苏拉雷兹阿玛夏尔也还好 中间场他用了一些他觉得可能有意思的队员吧 开场是对方先拿到的机会 非常好的一个支塞 找到边路用贝里 然后又是穿中 还好贝里提前垫了一下 切开把这球守住了 其实正常比赛还踢得非常胶着 直到下面场我才拿到了 差不多是我第一次不错的升门机会吧 但是这个球的整体配合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哥伊兹曼的跑位非常好 然后两下是闷 最后帮助我们取得一约领先 主要之前那些二过一啊 甩开这个对手的包夹 我觉得做的不错 思路非常清晰 这个球就感觉非常怪 右边后卫 想给施埃德林一下就传片 而且这会儿离我们进球不超五分钟 非常奇怪 然后对方一个传中 我把球顶出底线 然后对方拿到脚球 然后开进来之后呢 科斯切尔尼 其实还是文将没有扑到 但其实这个球其实是站在这个 文将边上这个 山埃德林吧顶进去 但通过这个球 我不知道有的玩家可能不相信平衡 但我现在是相信 很简单的一个传球嘛 直接就传给对方了 然后扭过头来一个脚球 吃球这前后几分钟 我什么都没有控制 球就丢了 接下来74分钟左右 我们这个中场抢断 然后快速推进 准备打对方一个反击 这会儿科瓦切奇 给奥兔阿兔躲开B抢的这个防守队员 然后直塞给本阿法 然后看出来苏克有个非常不错跑位 我觉得传得也不错 但是苏克就是球没有挺好 浪费这次机会 还是有一个球 马内跟那个奈恩格兰做配合 然后想再回传给马内的时候 直接传出底线 然后扭过头来 对方开大脚对不对 直接到中间 这是我拜利在跟苏阿雷兹争顶 结果没有争过 右边后卫去追马下 感觉马上就要断到了 还是被他传传 然后斯莫林感觉又有机会断苏克那一下 但是也没断下来 结果还是被他传传了 苏阿雷兹顶进 这样比赛就结束了 恐怖率比对方还高一点 然后射正次数都是三次 但我只进了一个球 对方进了两个球 虽然我有时候射门速少一点 是因为我不喜欢浪射 我喜欢就是有决定的机会在射门 其实丢的第二个球倒也还好 主要丢的第一个球 有一种那种无力感 第三场比赛的对手还是一套 我觉得非常不错的阵容 中后场防守都非常好 中间伯格巴 坎特 桑切斯 抢劫能力也都非常强 伯格巴还有想推进的能力 然后邓美来 本耶德 挺不错的一套阵容 但是开场还是 我们先在边路找到的机会 边后卫身体还不错的 一路带到这个小新区附近 再传给中间护后球 然后这下可以选择直接给这个 中间 但是我怕被断到 所以没传 做了一个脚车科球向前带 到底线之后我回传的 其实目标人物是科瓦切奇 结果传给苏克 科瓦切奇那个位置 直接打圆角会非常舒服 但是就是传不准 来到84分钟 比赛快结束了 鲍格巴推进 利用身体 这靠开圣埃德林传给中间 马夏尔 结果还是被我右边后卫 把这个球断下来 这会儿他进攻人非常多了 快速推进 形成一个二打一的机会 但是他防守的不错 你看斯莫林一直在 卡布传球路线 哥里兹曼交球之前 其实斯莫林断了一下 结果弹回去了 可惜哥里兹曼最后还是射偏了 进入加十 他在我前场 拿到一个任意球机会 结果短角球 苏克非常幸运 把这个球断下来了 但体能也不好了 强汤 给这个没内 但是射的不好 在现在可在看 觉得可能做一个挑射 机会更大一点 那法尔曼也迅速把球 这个往前传 推进到前场 邓门来 其实这样还接球 是没有接好了 我以为败利能断下来 结果没有 反而最后球还是 撞回了邓门来脚下 穿过了我的败利 穿过我右边后卫 最后搭远脚 把这个球射进了 比赛结束之前 最后一次机会 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给中间 在苏克的跑位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直接选择了轰门 被这个后卫还是干扰了 射的不是太好 最后1比0输掉了 这场比赛其实 虽然输了吧 但是也可以接手 双方都有一些机会 但是自己没抓住嘛 就怨不得别人了 第四场比赛的对手 一套全英超的阵容 而且算英超里 不错一套阵容吧 埃里克森黑卡88 坎特动态卡 左边哈扎 右边斯特林 前面马夏尔 但马夏尔有八方 还是挺不错一套 英超阵容 开场一开始 他就往前带 结果被科瓦切奇断下来了 然后我就耐心的做二过一 他扑的还是挺凶的 二过一之后呢 几乎我把他所有中间场都过了 然后 把科瓦切奇射门的时候 那后方线还有差不多5米 一枪左没人防 非常漂亮的一脚远射啊 直奔死角 帮助我们取得一饼的领先 然后三分钟 又是我们在后场 在这个边路 做二过一的配合 感觉他防守不是太好 我就几个二过一 就能轻松的突破他的这个防守 苏克搓这个圆脚射的也是非常漂亮 射门之前这个包肉的实际也非常好 既过了后卫又调整了射门的角度 又是二十一分钟在中圈断叹的球 迅速打他一个反击 葛伊兹曼直接突进去 然后打圆脚 二十一分钟 三分零 其实比赛已经结束了 后面我就没有再认真踢了 其实我指望对手强退的他也没有 但是我也不想他再费力踢了 还是把这个比赛哄过去就是 节约一些体能 第五场比赛的对手 又是一套英超的阵容 但是凯恩虽然数值很高 我在这个周赛里还真很少见有人用 结果他是苏利奇搭档凯恩 这会儿这个传球其实是被对方猜出来了 一记挑传直接找苏利奇 以为贝利能接到 结果没有 被苏利奇身后把这个球抄了 还好射的不太好 这是三十五分钟 我们的一次机会 科瓦切奇 给苏克在格里斯曼在直塞 找这个史莱德林 可惜射的不好 还是被门将铺出来了 刚才那个配合很漂亮 有一次不错的机会 最后到了这个七十分钟 决定还是走边路 寻求这个刀三角的机会 右边后卫传给中间科瓦切奇 直接这个射圆角 一笔 科瓦切奇已经连续第二场进球了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又是科瓦切奇 边路包肉进来之后 给格里斯曼很好的机会 打在立柱上 然后这会儿就知道 可能电脑要玩我 所以我就踢的很保守 或者说你们说我浪费时间也可以 我还是不希望白白浪费掉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也没有护球 我就是边路二过一 L2R2 最后把这个时间还是混过去了 有时候踢球赛就是这样 嗯 还是胜利是第一位的吧 已经这个一笔领先了 而且时间不多了 还是不要把这个胜利拱手相让 来看看我们这期的最后一个对手 挺不错的一场阵容 黑卡拉卡德特 黑卡曼耶德 然后格里斯曼 后方线 还有菲南德 中场也不弱 至少抢劫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恩作比和坎特两个人抢球都不错 23分钟我是在边路寻找机会 他虽然站位比较靠前 但比抢的不是太凶 挑传给右边后卫 右边后卫身体弹跳都不错 竟然能挣到头球 让给科瓦切奇 然后自己再往前跑 最后又是形成一个倒三角的机会 被格里斯曼把这个球送进了 倒三角有时候很怪 有时候你觉得比较大不错 然后就等着射门了 但是就能踢到后卫身上 那这个球就是运气好 这个钻过两个后卫的腿 再加上门将还是球进了 然后扭过后来41分钟 一个脚球 格里斯曼的前面一个侧灵工 非常漂亮 这个球也有这个运气和蒙的成分 不是说想进就能进的 48分钟 这个他这个全球太慢了 本来阿法从身后把这个球抢了之后 给格里斯曼形成一次单道的机会 但是格里斯曼又把这个机会浪费掉了 这个球其实是我防守的一个问题 这个球其实本来可以在中圈就可以结束 大概那下换成有个问题 其实我想换到中间这个科瓦切奇的 或者说赛德林 但底下没有换好换到斯莫林 结果让他这个从中间一路蹚过来 还好 所以我门将本来可以守住了 2比0领先之后呢 没有浪费这个领先 还是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一共就踢了6场 接下来呢看一些卡包吧 有一些SBC的卡包 还有之前周赛奖励的卡包 大比拼最近没有什么预测贴子 我也没看到 看完的话可能还会发出来的 主要现在大比拼呢就是要求都非常低了 即便提前投资的话 大部分队员应该挣不了钱 可能就一两个队员有一些需求 所以就还好吧 但是做的比赛还是挺好的 还出来那些银卡 现在能用的就更多了 因为联赛的SBC越来越多 所以感觉银卡队员现在卖的还挺好的 第一个这卡包怎么样吧 反正没有暂停 没有Walkout 没有阿斯纳云和卫 一般般吧 不必定是英超队员 都让他用上 去个例子 比如波尔图这名前锋 没准就能吃点钱 波尔图 大概卖个1000吧至少 多么希望这个屏幕能暂停一下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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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 不知道拉卡特特线有没有人做 2000 1900 数值低点 波塔尔卡 还是五星不现在 还是五星 哦 不知道值不值钱 因为那个阿里的SBC需要银 是银甲还是哪啊 钱也还好 慢慢来吧 谁呀 不值钱 直播开卡的时候能不能来点牛逼 托马斯好像挺值钱 那是之前因为那个 现在不值钱 他当时之前是因为那非洲威内SBC之前 开卡帽也能开好一会儿 开卡帽也能开好一会儿 又是纳瓦斯 不是纳瓦斯 又是诺里图 没有 没用 有哪鲁马 有普通用7500的吧 没用 站停了吗 我靠他 谁 卡尼 哥丁 哥丁 哥丁是不是现在能值点钱 因为那个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 这个号的第一个波卡 行 聊胜于无吧 还好现在哥丁还值点钱 2万 不会这么夸张吧 因为那个 他值钱是因为那什么的SBC的原因 他没人能值点钱 因为阿里的SBC需要 怎么还有800的 我还为他会值点钱 银卡就没神了 得见阿 哇 银卡 抄的这么糟糕 没一张能用 没一张值钱呢 这卡包应该是周赛阅读奖励 走人千位 这有千位应该没什么用 国际也不好 没准以后做SBC能用到吧 反正周赛奖励的话 月度如果不到金的话 其实意义都不大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暂时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